好,再來呢,這個我們講一下通訊協定 因為你要資料傳送的時候就必須要透過這個通訊協定來做 好,所以國際組織我們稱之為ISO 那ISO它定義了這個開放系統互聯模式 就OSI,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 這個OSI它總共有七成,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得到 除此之外,相關的這個網路通訊協定還有包含這個什麼 傳輸控制通訊協定,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TCP 它也是一種協定 那另外一個呢,是IP,是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那在這邊各位聽到IP 就直覺可以聯想到是我們的網際網路的網址 就是四個數字的這個IP的部分 好,那有透過TCP跟IP結合起來呢,就可以確保 資料呢,可以傳送到正確的這個接收者這邊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這個UDP 那UDP是屬於使用者資料 資料包通訊協定 那它的情況呢,跟TCP不太一樣 TCP在傳送資料前會先問,但是UDP不會 所以相較之下,UDP屬於一種不可靠的資料傳輸 但是,看應用場合,各有優缺 好,那再來一個是網際網路控制訊號 訊息通訊協定 ICMP 好,那這個部分呢,是用來做網路設備之間的控制 ICMP呢,它每個一段時間會丟出一些測試風包 以確認網路上的這個相關的通訊目前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OSI的七層 這OSI七層呢,包含什麼 這個最上面是應用層 再下來是表現層 然後呢,再來是交談層跟傳送層 再來是網路層 然後資料鏈接層跟實體層 這樣由上往下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假設你是左邊,你是發送端 我要傳送一個資料給B 那我要傳送的時候呢 我就從最上層 比如說我要發一封email的信 那它是屬於這個 應用層的這個管理的程式 所以你要發email,你會拿哪一個軟體 你可能用Outlook 你可能用這個Thunderbird 或者是用這個Google 瀏覽器上面的這個 Chrome上面的這個發信的軟 的這個介面 都算,應用層 好,那應用層 接下來就是表現層跟交談層 它就會把各項的通訊協定定義好 比如說你要Mail傳輸是 你透過網頁的方式傳Mail呢 還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傳 它形成Socket 好,那電子郵件 也是有他的這個通訊協定 比如說你用POP 或者是這個SMTP 就是有相對應的通訊協定 要去決定要用哪個方式去傳 好,那再來就是傳輸層 那你的資料傳送是可不可靠 需不需要可靠傳輸的 比如說 你這個資料傳輸是電子郵件 那對方有沒有收到電子郵件 是很重要的 這時候就需要用到TCP 好,因為他會先確認 然後確認連線之後再傳送資料 而且最後會檢查資料是否正確 UDP是屬於像影音媒體這種 你就算掉一兩個風包 在你的聽覺跟視覺上 可能影響不是那麼大的這種 才會用到UDP 好,所以 在傳送層的部分要決定這些 然後在網路層的時候 要決定IP跟路由 也就是說 我從AD傳資料到BD的這個路徑呢 要怎麼去決定 要怎麼繞送 在這邊呢 要決定好 那資料鏈階層的時候呢 就是要定義你的這個使用的網卡 還有相關的這個MAC的資訊 把它包在什麼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資料包上面 為什麼 因為你傳資料出去之後 他還會傳資料回來 所以他有一些資訊可以知道說 回來到底是要找誰 接收 再來呢 最底層的實體層值的是硬體設備這一塊 所以如果說 你下來之後是 在資料鏈階層的部分已經決定用哪一張網卡 那實體層就會 以你剛剛所決定的這個網卡 來這個轉換成數位 轉換成這個電子訊號傳送出去 比如說你是用以太網路卡 那就是電壓 那如果是光纖就用光訊號 那如果是這個WiFi的話 就是電磁波 我用這樣的方式傳送出去 所以這些呢是定義在實體層 那經過一攀波折之後呢 接收端收到 那也會看 你收網路的資料呢 是用哪一個設備 那接收到之後 它就會往上變成 拆解開來 換資料鏈階層 那了解到是不是我這一端要接收的 是的話就繼續往上拆 然後IP呢 路由也是會有這樣的資訊 一路往上拆 拆到最後它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就知道說你要傳的資料是什麼 所以這是一整個流程 從這個應用層 表現層 交談層 傳輸 傳送層 網路層 資料鏈接層 跟實體層 這七層呢 大家可能要有一點印象 在網路的 這個協定上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那每一層呢 它都可以支援上一層 所執行的這個動作 然後它可以用來什麼 控制電腦網路 跟網際網路之間的通訊 我們講過 這是一個通訊標準 所以你的資料傳送 如果不是按照這個標準 打包傳送的話 對方很可能接受不到 或者收到之後只是一堆亂碼 因為它無從解析 資料傳送的時候 都要定義所謂的這個 通訊協定 就是這樣的作用 好 那它是由誰制定呢 它是由網際網路工程工作小組 簡稱IETF 來設計而成 接下來呢 我們針對每一層呢 做簡單的介紹 應用層的部分呢 比如說應用程式 像POP、SMTP 那SMTP是寄信 POP是收信 那DNS就是網運名的這個轉換 那FTP呢 是檔案傳輸協定 那TearNet呢 是做 這個 遠端中端機連線的一個通訊協定 但是TearNet呢 近期因為它的這個 它是屬於一種非加密的傳送 所以它很不安全 那 那第六層是表現層 那它是用來 把應用層所傳過來的資料 做資料格式的轉換 然後呢 它也定義網路服務之間的 在城市跟城市之間的這個資料格式轉換 那如果要加解密 在這個部分呢 也是會做處理 那第五層的部分 我們從7、6 接下來到5 往下繼續講 那會議層的部分呢 是定義兩個網址之間 兩個網址之間的這個連通 比如說你TCP的話 你就是要做這個 確認對方 什麼樣叫做連通 什麼叫掛斷 這是要去 先定義好 再來呢 可以建立兩個城市的對談 那 它要怎麼樣去 注意 登錄這個時段 是這個資料叫傳送的 好 所以呢 它要確定網路服務的建立 所以我們稱之為Session 那比較常見的這個通訊協定呢 是微軟底下的NetBIOS的部分 好 再來 第四層的部分是傳輸層 那傳輸層呢 它要定義 發送段跟接收段的連線技術 比如說是TCP 那 雙方就要用 採用同樣的通訊協定用TCP 好 那這個封包格式呢 也是在這邊要定義 這樣 在解析封包的時候 才不會位員抓錯 那位員一旦抓錯 整串資料就會失誤 就會錯誤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可以確保這個資料呢 傳送無誤 而且呢 它裡面還有一些 比如說TCP 假設你選的是TCP的通訊協定 那裡面有一些機制 也要去對應的處理 比如說 接收段收到資料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順序呢 要確定是對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檢查碼的技術在裡面 以確保資料呢 是正確無誤的 再來第三層的部分呢 是指網路層 然後它是 用來做電腦之間的連線建立 然後 中指跟維持 然後再來就是封包傳送的時候 可以確定 確定這個資料傳送是 正確抵達的 封包能不能達到 目的地呢 是有路由 那路由其實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假設你今天要從AD出發到VD 那你不知道怎麼走 你會開Google Google Map來找一條路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概念 你要找到一條這個暢通的路 那你路要從哪邊出發到 哪一個地方左轉 哪個地方右轉再往下一點 這就是什麼路由的概念 好那它網路層呢 可以涵蓋實體層跟資料鏈結層 那常見的通訊協定是IP 好那第二層的部分呢 是講資料鏈結層 它是透過網路媒體 做電子這個訊號傳送 但是它是定義的 然後先了解 那真正發這個電 電壓或者是訊號的時候呢 是由這個實體層來做 所以在資料鏈結層的部分呢 是要制定各種網路型 型態的這個訊框 好那這些訊框呢在定義好之後呢 收送雙方在解析的時候才能正確解析 所以呢訊框的這個資料的格式 錯誤控制 流量控制這些都要定義在這裡面 包含這個資料傳送錯誤的方法檢查 這邊就是要在第二層做 那常見的通訊協定有SLIP跟PP 這就是這個資料鏈結層的部分 那最底層呢就是我們的實體層 定義什麼網路硬體標準 你要先講好要哪一種設備 然後多少的電壓傳送的訊息是0還是1 多大的電壓對應到0 多大的電壓對應到1 要定義好 這是所謂的硬體標準 好那你要用的是網路線或者是無線的方式來傳 剛剛講過 如果是實體的線路 用的是什麼電壓或光訊號 那如果是無線的話那就是電磁波 就是要去看 它的這個頻段 然後抓取訊號 所以呢它要有設備的規範跟各種接頭 或者是這個頻率的規範 然後它傳送的電壓這些都是屬於跟硬體相關的標準 那我們講完OSI的7層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因為OSI大家比較少聽到 都是在教科書上看到 那可是一般這個 常見的部分呢 大家看到的都是TCP IP比較多 好那TCP呢 它分層呢 跟對應到OSI的這個分層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邊的圖 這邊呢 右邊的應用層 TCP IP的應用層呢 其實對應到OSI7層的最上面的3層 應用層展示層跟交談層 那它對應到的通訊服務呢 它出來之後呢 最上層 可以定義 選擇使用這個 通訊協定的時候 這些在應用層的部分 要先決定好 那應用層 的應用層是常見的 然後有SMTP負責 郵件寄送 然後呢這個 FTP檔案傳輸跟這個我們知道的網頁 TripleW的這個web 跑的通訊協定是HTTP 那傳輸層的部分 講的是這個 讓使用者的資料的協定所形成 傳輸層呢 傳輸層呢可分為兩種 裡面有兩種通訊協定 一個是 這個會事先先確認對方 然後做hand shaking 來確定對方存在才會傳送資料的TCP 跟這個使用者資料傳送的這個UserDatagram Protocol UDP 那剛剛已經介紹過UDP呢 它是不需要先確認對方是否存在 資料就直接傳送 那它也沒有錯誤檢查 所以它是屬於一種比較不可靠的資料傳輸 不過呢一般比較常用在這個 比如說這個多媒體資料 那你就算有一些資料Loss呢 還是不影響視覺或聽覺的一個品質 那這種呢才會用到UDP 好 所以TCP呢它有錯誤回報的這個作用 而且它會重組 所以你封包經過網路上繞送之後 各位這邊可能要了解一下就是 一旦我把資料送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被切成10幾20個 或者上百個的這個小鳳包 那這些小鳳包會不會遵循同一條路傳送 不會 它會各自尋找可以到達的路呢就傳送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透過 大家都是透過同一條線路走 一個路由去走沒有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其實它是有 空檔有這個方向可以傳它就傳了 所以它並不是說一定 所有的風包都會透過什麼 同一個這個線路傳送 從這邊各位可以知道 我這樣一路過去之後我接收到資料 通常就是撐之不齊嘛 不一定同時到也不一定順序是對的 所以怎麼辦呢接收段就會重組它 這是它TCP比較可靠的原因之一 那UDP的部分呢它是什麼 沒有錯誤回復功能 你也沒辦法去考慮它的流量控制跟可靠性 因為它就是沒有做前面的這個 先連線確定資料的這個協定的規範 所以它也不會有這部分的服務 但是它的優點是什麼 傳輸速度快 然後在快速查詢的時候 效果是比較好的 好 那再來呢是這個網路層 TCPIP裡面的網路層的部分 那它是由IP所組成 那另外一個是ICMP 那IP的部分呢 它是定義資料單元的格式 知道你的這個資料呢 是什麼樣的一個規格 再來要定義網址 然後呢決定這個 風包的繞送路徑 傳遞路徑 再來就是網路監控的工具 ICMP 它是一種偵測風包 所以它會不定期的去發出偵測風包 看網路上的網路設備節點呢 是不是有依然在運作 那這個作用是 各位想像一下 假設某一個路由設備壞掉了 那誰去通知這些其他的網路 要等到傳很久沒有回應 你才會去修改你的網路 的這個路由表 那這樣太慢了 所以 每隔一段時間呢 這個ICMP就會發出一些偵測風包 以探測這些設備是否 一樣的持續在運作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些部分的這個設備呢 離線了 不運作了 這時候它就可以提早開始更新路由表 避免很多風包呢 在 往那個已經 沒有回應的這個 設備呢 傳送資料過去 避免資料的遺失跟這個 過長的等待 所以這是ICMP的一個好處 那ARP是專門用來做IP 跟這個 Mac之間的資料的轉換 這樣可以找到 你的資料 是要往哪個方向去送 這個網路卡裡面的Mac來 收到資料 ARP呢 ARP的部分呢 是 從發送端來找出它自己本身的這個IP的位置 好那資料鏈接層的部分呢 是用來這個網路介面層 資料鏈接層的部分呢 又稱之為網路介面層 它是用來做這個 電腦系統跟網路介面的之間的驅動程式 以確保資料呢 可以被 打包成這個 給 這個 網卡 它去傳送資料的這個訊號 好 所以呢 這個 傳遞訊息的時候呢 就是由這個 硬體設備開始傳送 當然會針對TCP的 這個 TCP TCP或TCP IP 好那TCP呢 是負責把資料呢 切割成適合傳送的大小 好那 遠端的主機收到之後 會把它重整 然後呢 如果有遺失的 會通知發送端再重重一次 好 這是TCP的好處 好 那 IP的部分是負責 呃 決定 是哪一個 網址的電腦呢 是接收資料的 那IP呢 它也要負責去找到一個 這個 可以從 這個發送端到接收端之間的適當路徑 有時候不見的是最近的 就是 路程不是最短的 而是 這個 傳送的這個 這個 擁設情況是比較 良好的 就是不會很擁設的 去傳送資料 以確保資料呢 能夠如期抵達 好 再來呢 在 這個通訊POW的部分 那通訊POW的一張網卡呢 大概有 65536個 65536個 那從第0號開始 一直到這個 65535 那這個POW呢 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空港 或者是海港的那個 停機 飛機或者是船呢 要接駁的時候的這個口 那各位可以想像 假設我把 這個所有的POW都關掉呢 就有點像是國家進行戒嚴 戒嚴就是所有的空港海港的POW呢 全部關閉 就不准飛機起降 不准船舶靠岸 這就是 通訊POW 好 所以我們如果說把防火牆啟動的時候 把所有的POW都關掉 就有點像戒嚴 好 那接下來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可是我需要服務怎麼辦 那你就針對所需要服務的部分呢 去開啟 像對應的POW 那 一般常見的POW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FTP的話 它對應到的是21號POW FTP對應到的是21號POW HTTP呢 對應到的是80 HTTPS對應到的是443 那我們這個中端機連線 好 經過加密通道的 是SSH 那它的POW呢 是22